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整公子吗 这外面的那个也是可以吃的 没什么葱味 这个葱包会我记得是有杭州那边的特色的 不是第一次吃 你觉得一般你尝一尝 拖手了哈哈 下一样小吃准备 又一件美食盖塔定胜膏 我也觉得是杭州那边的特色 粉粉的还挺好看的 大米的味道 相当中做年糕之前把大米蒸熟 嗯 懂得懂吗 口感有点糙 不难吃也不好吃 水沾一下 打压打压打瓷吧 这个就像很像做年糕嘛 就是把米蒸一下 然后放在里面 打打打打打打瓷 那跟做年糕的到底是一样的 要给他一份小吃 月三马子 乌镇小吃很多种 但是啊 其实只有两种 就算这边的一个当地地道小吃 是羊肉面跟菇扫饼 其他的都是外面的 尝一个 份量还蛮大一份的 你发现吗 这一小吃价格都不贵 对 这个景区小吃价格确实不贵 我拼的是桂花味和芝麻味 还热热的 我早上酒还吃价格给你吃 那就是让我胖呗 不是很甜 我这蛮香的 一个辣酱一个甜酱 哎呀 哎呀 这么好的环境吃这个 好像是那种香脆 懂吗 没吃过 脆香 没吃过 一个臭豆干 这个在乌镇还是很有名 烫得差点没把我送走 太烫了 哇这个辣挺辣 这个老板他不提醒一下 不能吃辣的 不能吃辣的 挺辣的 这个挺辣的 哇这个辣好 这个脸说一下 红起来 这个外面就配了 红起来就还不错 嗯 红起来就还不错 红起来就还不错 嗯 又弄了一份 外面就是你说辣的是无处话 真的哈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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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